比亚迪一个真正赢在起跑线上的品牌 传统车企还在研究给家用车装什么发动机时 比亚迪的新能源车型已经遍地在跑了 传统车企在研究如何转型新能源时 比亚迪已经有了穿刺不着火的刀片电池 电池车身一体化 而我们今天带来的就是留言区里面高呼的比亚迪哈DMI 同价位里面能够买到的混动车型有雅阁的锐魂 凯美瑞的双晴 与它们相比和DMI有个非常明显的优势 可以上绿牌 并且不会受到现行的限制 所以每年能够多用车将近两个月 颜值方面 Dragonface的设计语言绝对算是非常能打的 车身尺寸在同价位级别里面也占据有一定的优势 而作为一款比亚迪的车型 把外部的配置可以说是拉到了满分 LED的大灯 感应雨刷 NFC钥匙 四车窗一键升降 无钥匙进入 以及全息透明影像和可开启的全景天窗等等 都是全息标配 是不是非常的良心 官方并没有给出汉DMI的后备箱基础容积 但是经过我们的测量 在470升左右 完全可以媲美很多同价位的SUV车型了 除此之外呢 外观方面还提供了5颗高清摄像头 1颗毫米波雷达和8颗超声波雷达 用于它的驾驶辅助系统 所以从用车体验层面来看的话 汉DMI很直 昨天车内汉DMI有很多的细节都透露着直15.6英寸的旋幅旋转派的 不喜欢横屏看 那就把它竖过来 DLINK系统几乎可以满足所有的需求 功能可以说是多到可怕 除了最基础的听音乐 看视频 调整车辆状态等等 还能够打游戏 KTV 最贴心的是如果说你不会用的话 它还有功能解读 同价位的车型里面 能够实现一部分功能的 有 但是想把这些功能全部都实现的 只有比亚迪独此一家 除此之外 还有12.3英寸的夜晶仪表 前排的座椅 加热 通风 电子换挡 手机的无线充电 还有氛围灯等等 可以大言不惭的说 不要跟比亚迪比配置 可能会输 再有一点就是几乎 所有目前在售车型都不能比拟的 比亚迪的很多案件都是用的中文标识 谁说中文就不好看的 不仅仅美观 还能让更多的人群瞬间就上手 这真的不是优势吗 接着来说用料方面 大面积的皮质进行包裹 做工 触感 还有缝线等等 都是很难挑出来缺点的 多种材质的混搭 也增加了不少的高级感 就连储格都是带有阻尼的 所以用车体验 配置 舒适性 豪华感等等多维度来参考的话 花同样的预算 几乎只有汉DMI能带来这样的体验了 很值啊 比亚迪有穿刺不着火的刀片电池和出色的电池管理系统 所以能够大大的降低用户们对电池安全的忧虑 发动机可以提供218马力 电动机可以提供139马力 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说 在30万以内的滚动轿车之中 很少有比它动力再强的了 短途的话可以纯靠电来出行 长途有发动机的辅助 没有续航方面的焦虑 再有呢 就是它的驾控体验了 也是堪称优秀的 不仅仅能够满足家庭用车需求 甚至你拿着它去下赛道都是一把好手啊 纯电的供况下呢 续航里层是121公里和242公里啊 一般来说 短途的出行是完全不需要去加油的 这也为很多消费者们节省下了不少的用车成本 小保养的费用呢 大概是在500元左右的啊 而且买车的话 基本上手保和前两次保养都是送的 前两年的用车成本会极低 同价位里面呢 基本上就是合资车的天下了 比亚迪和DMI能够独树一帜的站出来 其实就已经很困难了 而各位小伙伴们去选择国产车 最大的担忧呢 无非是两点 第一就是它不皮事 第二呢 就是十年以后的保值率可能表现就那么回事了 而比亚迪的汉 或者说比亚迪家族的很多车型啊 故障率表现其实已经很优秀了 旅游区里边很多小伙伴都是可以为我证明的 再有呢 就是十年以后 谁也别说谁 有什么保值率可言了 除非您开的是极少数的特殊车型 您说是不是 出色的产品实力和优秀的用车体验 确实能够让很多小伙伴觉得它很值 而且呢 与它接触很长时间之后呢 会发现确实没有那么多的不足优点 已经铺盖了它的全身 所以汉电脉到底值不值 真的要看你喜欢和不喜欢了 而不是产品有没有这个实力